你到中国去打算 那美国把中国给灭了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有两条致命的东西 是美国没有办法解决的 第一条 中国是个大陆的14亿人国家 你进到众身去是不可能的 你有多少美金 一百万两百万进去 你多一百万两百万 你不可能 你说你把这个导弹 你把炸 你得多少 把全美国的所有的炸药 全扔到中国去 你能炸掉一个手都不错了 那剩下只有核武器了 是吧 你动核武器 中共有核武器 你不可能的 咱过去说过 美军不有三分钟 能把中国解放军摧毁吗 那是百分之百的 他关键问题是 美军敢不敢用这三分钟 他是不是先用这三分钟 现在共产党来了 我就不给你机会 使用你那三分钟 这是第一条 就是一个大陆国家 和他这个14亿人 第二个 他毕竟有核武器 但是你毁 我也毁的事 所以这个气球 告诉了美国人 我向你正式宣战 你毁灭我不可能 我毁灭你是绝对可能 我能上你家打你 你还打不了我 所有你看到外交上 这些都是扯钱 但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这个气球到美国来 对欧洲 对世界 绝对是颠覆性的 现在这个世界 跟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之间 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被共产党统治 二 把共产党消灭 对待我们最好在哪了 给美国人时间 不要做出愚蠢的反应 像长岛一样 把所有日本人 都当成敌人 这次对他最大好处是 他们明白了 哇塞你厉害 你能随便到我家打我 我还不能还手 而且我要还手的话 咱俩夺着王 你绑架了十四亿人 我上你家打你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发现 你是那个控制这个武器的核心人 共产党 洗死黄 中国人民不愿意干 所以说党奴 还有中国的十四亿人况 都不会被牺牲 天呐 好事 彻底改变 然后你就看到 更重要的吹声了 像什么 祖罗斯 什么什么 基辛格 亲中派 全都傻眼 因为他还在美国活着 赶快打自己脸 我错了 我不要脸 这是共产党威胁 这都是不要脸的偷鸡客 一看到美国西方 真的意识到威胁了 发现这帮孙子 你们天天忽悠我们 老百姓找他会要他的命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